人间学佛须知 凡夫以生灭心看初世法 一般人会认为初世法 也遂人生的完结而灭 从而对初世法没有真实的了解 认为修行 功德 善事等 都是太模糊 太遥远 错误地认为人死如灯灭 对世间法和初世法混淆不清 世间的一切法则随人的死亡而灭 所以追求一切的物质享受 人世间的争夺到头来只是一场空 任何人间的名利都是虚幻 能带走的只有孽随身 初世法是不生不灭的 随着人的元灵的存在而继续发生作用 人的元灵不随人身体的死亡而消失 会继续存在于不同的空间或世界 元灵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消散 即真正意义上的灭亡 如地狱有形下油锅或下火海 元灵给人类似于水银的感觉 经油锅或火海才会散掉 变成散灵 转成尸生或卵生的小生物 而原来的灵从此不再存在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灭亡 灵魂在正常情况下是不灭的 依我知我见去研讨佛法 就离佛法越来越远 从我知道的 我看到的 来理解佛法 来评论别人的修行 只能是个人意见 比如有人认为自己是正的 别的派宗或法都是不正的 每个人的经历成长环境都有差别 同样一件事落在不同人眼里 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如果以个人的结论 以每个人自己的思维来研讨佛法 就会形成偏见 形成我直或他直 从而影响对真理的认识 只有抛开我 才能避免偏见 才能从正多的法中 找到正法 学佛就是修心 万法为心 修心的路 就是学佛的路 心浮则飘 心不定 则魂飘 如果心中有着无数的杂念 有着许多的担心 忧虑 愁苦 那么心就不能安定 灵魂就不能安宁 心静则定 只有心中干净 心才能静 魂才能定 心定则到生 心定了 到横才能生出 也就是才能觉悟 才能悟出道理 悟出佛法的真理 心要静 就要明因果 知轮回 懂缘分 才能不贪 不称 随缘 而不攀缘 对于生活中的很多事 都要有正确的认识 不要强求 任何求来的 都不是自己的 缘分到了 会有迹象显现 缘分不到 同样会有迹象 佛心等于众生心 只有想着众生心 才能有佛心 理解 爱护 原谅等 都是必备的品性 决心 先求自觉 而后 决他 先要自己觉悟 才能帮别人觉悟 如果自己 都只是一知半解 就要先修自己 同样道理 渡人 自己要有功力 要有修为 自己的船 要结实 才能载别人 自心所念 必有所限 所有的法门 由心造 心正 则法门正 心邪 则法邪 学佛 不能一夜账目 认为别人 都是不对的 就自己的是真的 这本身 就不是正论 祖业的延续 一个家庭的祖辈行为 有亏 没有积福德 范围很广 包括祖坟 风水 及前世的善恶因缘等 如果祖上造的业不大 那么传到第二代 就可以报完 如果是杀业 则会传三代 四代 杀业越重 后代受的影响 就越大越久 原理 类似人的身体受伤 伤轻 经过短暂的休息即可 伤重 就卧床不起 需要长期修养 后代本身有孽障 该受此类报应 才会投入此类人家 祖业或祖德 和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一样 是一个人前世的福德或孽障 所决定的 前世有福德 就会含着金钥匙出声 享受祖印 如果孽障缠身 则会生于贫困 要对子孙负责 积德行善 不可造孽 特别是杀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